以下时间有请高级顾问经理级Janice Lee 和大家分享她的成功秘诀 有请Janice 各位嘉宾各位店主大家好我是Janice 看看我的PoPoi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PoPoi 就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主妇 是不是非常平凡 接着我一生的梦想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三个小朋友 非常平安快乐的成长 上个月的时候台湾也发生了一些事故 有个小朋友受了伤害 所以之后我的祈祷里面 其实我真的觉得 不需要生活里面大富大怪 或者赚非常多的钱 只要我们的子女 真的是平安快乐的成长 所以我开始收拾我家的家庭纪录的过程里面 我就发觉 我就不小心看到我的女女 她第一次露燕的一个相片 现在这个至少是十年前的相片 当我看到她十年前的相片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觉得她很有趣 很乖 我很想她变成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一直看着这个相片的时候 我没有留意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相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错 除了好像YK之外 还有没有人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当我看这个录像的时候 影片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意 不过就发觉 YK那个摄露机就一直放大后面那个女人 然后突然之间几秒钟 我就突然之间发觉 我是真的意识不到 原来后面那个肥仙丽就是我 真是很得人见的 其实我自己真的觉得不肯相信 这是我加盟美安之前的两年的相片 那个时候其实在沙士之后 我身体最差的状况是十个楼梯都走不了 那时候到现在 怎样可以变成一个企业家 从一个注定就来变成一个肥仙的家庭主妇 十几年我出过社会的太太 接着变成一个美安成功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第一宗破坏 四周十三万的一个收入 怎样有这个过程 还有很荣幸 大家看到我的广东话就是说久了 其实已经说不下去 那我都可以很骄傲和我的朋友说 以我这样的广东话的话 你就知道我绝对是做不到 拉人头的一个工作 你知道我一定是做不到 一个有热制压力的一个工作 我只得可以用我自己亲自的经验 虽然我的口调真的非常之不好 尤其昨天大家都在YK的说话 真的非常之厉害的时候 回来比我更加紧张 因为昨天都做噩梦 所以我是很紧张的人 看下一条龙 看上一条虫的一个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一个一样的生意 我只得可以用我真正的一个经验 和见证去跟大家说 我的一个成功的故事 那怎样我可以从一个 先来变成一个企业家 和很多的大老板一起去共事 对我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关键 这个就是JR一直说的黄金圈 大家有没有看到 当你从业很困难 不管是否是明显的从业 在所有从业的过程里面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资金的困难 你的民流金流的困难的过程里面 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Y 你才可以支撑你去面对所有的困难 所以如果这个动力不够大的时候 你可能就放弃了 传统生意可能你要投资几百万几千万 所以其实可能是足够的钱是吊着你 你不可以倾家动产 你要挨下去 不然的话你会给你的家人 有很大的问题 我爸爸做生意风光十几年 最后破产 我妈妈是过路死的 所以 Stat是说 都很脆足不想赚很多钱 嫁给洛说 crisp的老公 我觉得已经很羞足了 那 我 不要拍手啊 会浪样的时间 我 我刚刚结婚母几年的时候 我经常必然卖月圣 添加給我一個很特別的小朋友 她沒有辦法離開家 所以當我去見到明安 可能是我一個機會的時候 這就變成我一個很大的動力 我最擔心的是有一天我離開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辦法留下一個很好的準備給她 現在明安每一個星期給我 每一個星期出糧給我 每一個月十三晚隨時等於幾多 所以她這個星期慢慢被人騙了 下個星期又來 這個星期被人騙了 下個星期又來 這種每一個星期出糧的感覺 給我覺得很大的安全感 所以當我們有足夠的一個Wire的時候 我們就擁有足夠的動力 當我現在我開始覺得很感恩 我很感恩我的小朋友最小的 很難得今天都請到她來這裡 她快要18歲 她不用心地讀書 大家考大學的時候 她每天都在家裡打電話 我很放心 只要有明安的地方 有美國、加拿大、英國、歐洲、西亞波 甚至有開發的中來的馬來西亞 歐洲甚至在中國大陸 我覺得她都可以選擇這些地方 我就可以發展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我反而很感恩 我有一個永遠都不會離開我的小朋友 會一直陪著我 我有明安的產品 我可以活得比她更加窮 所以我可以照顧她一輩子 有一個小朋友可以貼身照顧我 當我開始賺錢的時候 潘兒的願望對我來說就很重要 每一次我聽到她們的妄想品的時候 每一次我看到她們流眼淚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非常感動 我覺得每一個系統就是創作我們一定要幫人成功 自己才可以增進成功 所以帶著她們的夢想 記住Mandy很舒適的屋子 是要招呼我們所有人去的 還有看到有些夥伴 因為她想給小朋友更加好的教育 她想她的父母有更加好的一個健康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我們一起在這個打拼的過程裡面 我可以藉著一些有效的方法 不小心這樣廢了一步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我要分享的一個重點 成功的關鍵 所以我很感激我的推薦人 是我真的夢茶茶的時候 我真的不想做未安的時候 我只想做客人的時候 我跟她說 好吧 那我就勉強做你的人頭 那時候她在我的入會套餐裡 包了一張票就給了我 那這張票是我二年年七年九月 未安開張的時候 其實剛剛好十月 台灣就有大會的 那我去了台灣大會的時候 我用自己的語言的時候 我就聽得很清楚 我覺得是我心裡邊 至少我很清楚知道 這個不是叫你很口號的一個傳銷公司 這個是真是幫其他人成功的一個公司 對我來說的話 我真的有點差勁 我都是給她面試看的 好吧 我不會隨便退會 我至少做你一年的人頭 不過那個經驗 那個次的台灣大會的時候 就給我願意買香港大會的一張票 給我自己帶自己來香港大會 十二月的大會 藉著十二月大會的時候 我買了第一次的心中票 如果我那個時候沒有買我第一次的心中票 我就不可以在香港的第二次連會 一張票帶著卡威爾來 一張票帶著卡威爾來 兩張票帶著YK來 如果你今天沒有買一些心中票的時候 你不可能留下兩個機會給你未來的兩個人 所以對我來說的話 我願意用我的票來規劃我的時間 我現在是一個企業家 如果我是一個百貨公司的老闆的話 是不是下一次的母親節 下一次的父親節 或者是崇洋節 我們都可以推出不同的方案 對我來說的話 我會清楚知道 我本來想有時間可以去笑一下 我會知道一張票會帶我去哪兒 八月的票會帶我去哪兒 十一月的票我會帶來這裡 不過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記住這心的重點 記住這心的重點 所有是未安靜到前提前功的人 他都是在大會裡面被啟動的 第二個重點就是 請你建立一個不知人端不達者 去買心中票的一個團隊 你的遠足收入才有機會 會完成你的遠足的夢想 第三個要當A牌的教練 大家我介紹一下 我一到四月的時候 我買了二千多張票 在香港的M&TSS裡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觀察了二千多個買票的人的時候 真的有兩種 好像Embron Young說的 一個 某某Leader請問你想要多少張票 有些Leader真是A牌教練的 夥伴會很快跟你說 我要10張 我要20張 我要40張 有些夥伴會跟你說 我回去問問我的夥伴 我的團隊先 所以請我們所有的人 勇敢 勇敢一個習慣 自己做A牌的教練 自己做A牌的教練 買你的第一張票 帶自己進來 如果你願意 你如果真的想找機會 你真的想找機會的話 你真的想有改變 有更加好的未來的話 請你馬上去買你的三張票 帶你自己 美麗的Kawaii 美麗的YK 或者美麗的Joanne 或者美麗的James Kuo 好不好 好 那帶著我們的飛機 找回我們的夢想 大家加油 上週的演講 是不是非常之精彩呢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下週的演講 一樣